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或周四分享一款生酮食谱 如果你对生酮、低碳、无糖、健康食谱感兴趣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 那后不都说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做桂花奶酪内馅 冲70克奶油奶酪 用刮刀压瓣均匀 接着加入20克的粉状赤咸糖醇 或者是其他低碳代糖 搅拌均匀 接着加入2茶匙的桂花 再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把半茶匙的吉利丁 和1-2茶匙的水 放入杯子 微波炉加热融化 然后导入混合好的奶酪 加入吉利丁能让奶酪更硬 更好的定型 不用的话也没关系 把桂花奶酪放在保鲜纸上 包起来 放冰箱冷藏备用 这时候我们来做花生芝麻内馅 称25克黑芝麻 上锅炒熟 生的芝麻是扁扁的 炒熟的会鼓起来哦 接着就可以放入搅拌机里打成粉末 称35克花生 我这里用的是烤好的花生颗粒 但还是决定再炒一下 放一旁 来称25克赤咸糖醇 其实芝麻 花生和赤咸糖醇可以一起打 但是我的抹粉机比较小 所以分两次 一起倒进装测芝麻的碗 再加点盐巴 搅拌均匀 接着称25克黄油 微波炉加热融化 也可以用猪油或者是椰子油 搅拌均匀 一样用保鲜膜 包起来 冰箱冷藏备用 最后一款是显味香菇肉末 把泡好的两颗干蘑菇切碎 像这样 10克的葱头切碎 另外也要准备10克的蒜末哦 锅里倒油 加入葱 蒜 炒香 然后加入蘑菇 和100克的肉末 炒到变色后加入1茶匙酱油 1茶匙带糖 少许白胡椒粉 1茶匙麻油 然后尽量大范围分散倒入半茶匙的黄原椒 放一旁备用 接着来做外皮 15克扬车茜子壳粉 25克椰子面粉 我这里找不到爱草 所以直接用了10克的抹茶粉 和20克的赤咸糖醇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240克的温水 混合均匀 称20克黄油 微波炉焦肉融化 倒进面团 用手压揉直到面团完全把黄油吸收 像这样 把面团分成三等份 各100克左右 然后再用刮板切成4份 大概搓圆备用 芝麻线分成4份搓圆 放在压扁的面团上 慢慢推压收口 搓圆 肉馅也分成4份 大概搓圆 用拇指把内馅慢慢压进去 收口搓圆 桂花奶酪内馅也是一样的操作 因为奶酪没像芝麻内馅那么扎实 退压的时候需要比较小心 慢慢收口 搓圆 这个配方不需要蒸 可以直接吃 没有马上吃的小伙伴可以用保鲜膜先包起来 香脆的花生芝麻内馅和软糯的外皮是非常好的搭配 咸口的香菇肉末 配上微带咸味的外皮意外好吃 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桂花的香气 以后有机会一定再用它研发别的食谱 凯在研究生酮食谱的这段时间 发现洋车前子口粉真的是非常关键的食材 上次的生酮仙层蛋糕也全靠它 被给予了非常好的评价 所以很建议还没看的你们把那支影片看影片学起来哦 最后希望小伙伴们可以为这影片点个赞 算是对凯的鼓励与支持 那我们过几天见咯 拜拜